对于华语民众来说 尤其是新移民而言 美国复杂的医保制度 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去了解 使用医疗服务时会碰到的语言障碍 跟对美国就诊方式不熟悉等问题 也让许多华语病人忧心 熟悉华语语言跟文化的医疗服务人员 是解决华语看病难的关键 但是业界专业人士也表示 能够有效地来协助华语病人的医疗服务人员 目前还是非常缺乏 学习和了解美国健保制度 只是华语民众 使用美国医疗服务的第一步 当身体出现问题需要看医生时 对于很多医疗专业术语不熟悉 以及不了解美国就诊方式 又担忧医疗费用过于昂贵 看病对于一些华语病人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掌握中文听说读写的医疗服务人员 受到华语病人欢迎 而服务华语社区的专业人士表示 很多时候 华语病人就医时的困难 不仅来自于语言障碍 更多来自于文化的差异 不仅是语言 最主要还有很多文化的差异 即使中国人 你整个讲中国人都是不太完全客观 很多subculture 广东的文化 subculture那个台山文化这些 都在他们的 我们都应该把他们放在 照顾他们的领域里面 因为非常的不同 面对就医方面的重重障碍 华语文化背景的医疗服务提供者 成为协助华语病人的 最有效人选之一 落线有40余万华语民众 从事医疗职业的不在少数 不过有业界人士透露 懂得中文和中国医疗文化的 全科医生不足 而在社区诊所等接受 Medical低收入医保的 公共卫生机构 这种医疗人才更是稀缺 这几年来都是 我们都是有这个困难 找医生的时候很多时候 就算找到华人医生 有的不讲中文的 有的讲得很少 就是听不懂 所以有时也要一些来翻译 ABC能讲就是讲一两句 不一定讲得多 就是很早 很难找到 我们到现在还是有这个困难 而医疗服务人员 也希望用自己的努力 让华语在美国更有归属感 除了照顾我们中国人 渐渐地引导他们认识 美国的健康系统 也同时我们要有开放的胸怀 去include 像Hispanic在洛杉矶周遭 也很多Hispanic population 还有就是要有这样的心怀 去照顾你才会把这个人 整个人看成是一个 一个member 在community里边 不管中国人哪一族人 就是community member 虽然人才稀缺的问题 需要长期发展改善 不过目前 很多诊所和医院 都选择和专业翻译公司服务 为华裔等少数族裔病人 提供便利 很多社区医疗机构 和非盈利组织 也在主动设计和派发 医疗词汇手册等辨明资源 在前往医疗机构就诊时 华裔病人可以主动要求 医疗服务上的语言 及文化协助 您看到的是 落成18台晚年新闻 与南加大安纳保新闻传播学院的 健康新闻中心 联合推出的 华裔新一名健保难题的 专题报道 我们会在下个礼拜二 为您继续播出专题报道 下个星期 我们会关注与华裔社区 相关的健保政策调整变化